第1把木吉他 這支影片是要跟各位討論 初學者怎麼樣選擇自己的第1把木吉他 初學者在挑選吉他 這件事情的本質有一點像是 買車或者是買房子 要購買的那個人 他不一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他只能夠經由很多其他人的想法去做一些猜測 例如音色要好一點 做工要好一點 CP值要高一點 常常會往這幾個方向去想 那再更進一步的話 有人會想到說 什麼樣的材質比較好 可能是什麼樣的木頭 什麼樣子的弓法 吉他的型 例如說D型的Tones Jumbo Body Medium Jumbo 大家會做很多的功課 但是無論你在網路上做多少的功課 他其實都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 真正問題核心就是 你想要什麼樣的吉他 你適合什麼樣子的吉他 我想要從這個角度來說 購買吉他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需求 來購買這把吉他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這還有什麼好問的 不就是為了要彈吉他嗎 不就是為了要學吉他嗎 其實不一定 這就像是你去超級市場 你去五金行 你去買一支電鑽 你要的是那支電鑽嗎 不 你要的是你家牆壁上的那個洞 所以 樂器行裡面那些吉他 哪一支能夠真正的滿足你的目的 所以你先想清楚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在這邊做一個整理 很多的人在學習吉他的這個過程會有一個終點 像我這樣子到現在還沒放棄的人 說不定我明年就放棄了 大部分人會在一個不同的時間點退出這項樂器 或者是暫時割下他 也許你這輩子到退休 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你會再把吉他拿起來彈 也許這輩子再也不會想要碰吉他了 所以 無論如何你在彈奏吉他 那都只是一個過程 就像是 你打籃球 你打高爾夫 你玩車 各式各樣的興趣跟愛好 都會有他的終點 那有的人 當然會一直 持有這項樂器 玩這個樂器一直到人生的終點 但 說實在的 就是以我的經驗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 在台灣這樣子的人其實並不多 所以我們在持有吉他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你需要對自己再誠實一點 我可能只是想要享受 背著吉他在路上走 讓人家覺得 這個人會彈吉他 想要這樣子的感覺 或者是希望 家裡面的客廳有一把吉他放著 我想要那樣的感覺 就是 我是一個生活空間裡面會有吉他的人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或者是我想要成為 在生活當中 我隨時可以拿起吉他 彈奏一點點東西 不用很厲害 就是哼個兩句 我就很開心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目的 深入一點來說 有的人他很在意的是 吉他的外觀 既然我要放在客廳裡面 要自己看的賞心悅目 或者是朋友來到家裡面 看起來覺得很舒服 我希望這把吉他 是讓我看起來很有品味的 即使是我彈的沒有很好 我並不想要投入太多的時間練習 但是我希望這把吉他能夠 為我的生活帶來品味 那你要了解這一點 那說實在這把吉他的手感有多好 有那麼重要嗎 其實那就是次要的問題 基於這樣子的理解 所以想想看 你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你就知道你的選購重點 接下來我們才能夠一步一步的去彈說 你的材質是什麼 然後你的想要的外觀 想要的形是什麼 彈一下預算這件事情了 買一個東西其實最直接的 考量就是預算 只有極少數的人不太需要考慮預算 那事實上他們買的也不一定是最貴的 因為最適合他的 不見得是花最多錢的那一個項目 你要想好 例如說你的預算是2萬 那你就要抓得非常非常的緊 務必要遵守你的這個上限 不要超過 很多時候你進到樂器行 或者是你在網路上搜尋 會遇到一個狀況 例如有很多人被告知 初學者的吉他大概3000多5000多就好了 那我就抱著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進到樂器行去看了這些琴 你會發現他們的價格設定都還蠻巧妙的 就是3000多塊的琴 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在老闆的推薦之下也都覺得 這真的是一支適合我的琴 但是只要再多個500塊錢 你看這把琴 它的音色就好上一節 從甲板合板就變成單板了 只多500塊錢你就可以升級成這個單板的琴 是不是感覺很不錯呢 那你就想我要不要忍痛再多加一點預算 加個500塊我就可以升級了 但是再多個1500 你就會有一個做工更精美的吉他 因為這一支單板琴 那個多了500塊的預算的單板琴 它就是可惜 因為表面的這個7不是我想要的 它是瓶光7我想要很亮的 這種finish 另外一支琴的這個finish更好 它只要多加1500 看起來就覺得很漂亮 掛在牆壁上我也覺得賞心悅目 總之就是這樣沒完沒了的 到最後你往往會投入超過自己的預算 然後這一把超過自己預算的琴 拿回去放在家裡之後 你只要一個星期不去談它 你就覺得有一點壓力 我花了這麼多的錢 我好像沒有對得起我的荷包 或對得起我對自己的承諾 我沒有好好的去練吉他 我是不是一個三分鐘熱度不酷的人 這樣的痛苦跟壓力 其實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反正到最後就視而不見 最好的地方就是衣櫥打開 把它丟進去 那過一陣子 過個幾年再把它想辦法送人吧 通常這些琴的下落 跟我們接觸吉他的經歷就這樣 告一段落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不要在預算上面為難自己 但是講到預算又有另外一個迷思 到現在為止還是會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初學者不需要買太好的琴 我認為這是一個 的一個說法 什麼樣叫做不要買太好的琴 什麼樣叫做太好的琴 什麼樣的琴就是不夠好 這個標準到底應該由誰來界定呢 如果要買的人對於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都還不是那麼明確的時候 誰來界定這個標準 有老師來界定這個標準嗎 我覺得你不值得這麼好的琴 或者是我覺得這個琴太爛了不適合你 這個我認為不應該從這個方式來想 直接的就是以你現在買起來沒有壓力的預算 就是最適合你的琴 而不應該是由老師來說 我覺得你不太需要花到兩萬塊 你只要三千塊的吉他就可以了 反過來就是我覺得三千塊的吉他你怎麼能夠彈呢 我覺得你應該要把預算抓到一萬五 這些我覺得都不太有必要 直接看你消費金額有多少 用這個預算去做挑選就可以了 在決定了你的預算之後 接下來你應該就會進入實體的樂器行 或者是在線上的商店去瀏覽 不管你的管道為何 那有一個點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手感 很多在介紹怎麼挑吉他的內容 這些資訊都會提到手感 我必須要說明 手感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這句話幾乎就可以解決一切的疑問 怎麼說因人而異呢 因為每個人的手的大小不一樣 然後吉他的琴聲的形大小尺寸都不一樣 更重要的是琴頸的形狀 他的切面的形狀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很難知道 怎麼樣的琴的吉他是最適合你的 沒有一種琴可以適合所有的人 要買琴的你 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 假設有一個命中注定 未來你即將會知道 這就是最適合你的那一款吉他 當這把吉他在你第一次挑琴的時候遇到他 我相信你也不會分辨 你也無法感受什麼樣叫做真正的好彈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會見三視三 見三又不是三 一開始覺得沒有很好彈的那把琴 在過了幾年之後 如果你沒有放棄吉他 你繼續彈你會發現 其實以前的那一種款式我比較喜歡 我彈起來比較順手 這些感覺是會變的 這也關乎於你的彈奏技巧是不是有一些變化 你彈奏的音樂風格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我們常常會覺得吉他的旋距越低越好 那就是好彈的吉他 就是適合初學者的吉他 也許是這樣子 因為彈起來手指比較不會痛 但是有的時候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要找旋距高一點的吉他 因為你可能會想要用滑管 用slide來彈吉他 所以當初旋距很低的那把琴 對你來講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 又可能你的彈奏力道變大了 你有時候想要表達一些比較激烈的動態 想要彈奏的用力一點 那個旋距比較低的那把琴 可能在某個狀態下它就大弦了 你會變得不好用啊 你手指按得輕鬆 可是你彈起來覺得那個聲音的表現力 不如你的預期 所以有種種的可能 我們在手感上面其實並沒有一個 終極的答案 但是你大概還是可以 透過一些客觀的資訊去理解 例如說琴頸的切面 因為琴頸的切面 我拿把吉他來測 來給各位看 在前面的這個平面是紙板 有弦的這一面 在後面這邊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弧形的構造 我所謂的切面是 如果你把前景從這邊砍斷的話 它應該會是 簡單的說它會是呈現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那我們針對這樣的形狀 在這邊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針對這樣的形狀 我們會有很多的 的名堂來說明 例如說 這一個像U一樣的形狀 如果有的時候它是比較方的 像是這樣子 我們會說這是U型的neck U型的琴頸 這種琴頸即使它比較細 比較小 但是它的握感會很不一樣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這比較適合手很大的人 在彈奏的時候會比較好 尤其這種比較方的 它可能 紙板到琴頸的後面是比較 雖然偏扁 可是由於它比較方 這兩邊是有腳的 所以在握的時候 比較不好握 如果你的彈奏習慣是 握住琴頸比較多的話 加上你的手又不太大 這種琴的彈奏 會讓你覺得比較吃力 但如果你的彈奏是這種 捏著 捏著琴頸的姿勢比較多的話 這樣的琴頸對你來說 其實可能還蠻輕鬆的 因為它背後的琴頸 是還比較平坦 你的手會有比較多的 拇指在琴頸後面移動的需求的話 那這樣的琴頸可能是適合你的 又另外 有一些這樣子的 切面是比較深的 像是這樣 我們會說是V型 關於V型又分成很多種 它可能比較深的V 或者是比較軟一點的V 我們說Soft V 就是這個V型的琴頸的形狀 你也可以說比較像三角形 那它對於某些彈奏習慣的人來說 會覺得比較好視力 拇指的支撐比較好 有些是比較圓的 C 我們就說那是C型 那也有比較深的C型 或者是比較淺的C型 總之有各式各樣的形 但是回到我在講手感的一開頭 光是你是初學者這件事情 初學者沒什麼 不是一個罪 但是我們的確是不知道自己 真正適合的是什麼 那需要時間去探索 所以你要第一把琴 就找到你自己的終極答案 就像是你的第一個男朋友女朋友 就是你的最愛 那這種事情得要憑一點運氣跟緣分 那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你得要付一點學費 試過一些吉他你沒有放棄持續的彈 也許你會發現更適合你的吉他是什麼樣子 那當然除了琴錦之外 琴聲的形狀也是一點 至於琴聲的形狀倒是有一個比較更具體的可以說 這會看你的身形會有一個大約的情況 因為你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嬌小的人 琴聲比較大的時候 你會基本上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彈奏 坐姿的彈奏 你的手放在琴聲上面 需要撐得比較高 你會覺得不太舒服 但是你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介紹的一個關於吉他的 怎麼樣爆吉他彈奏姿勢的影片 裡面會有一些說明 會有一定的程度你可以調整 讓你即使是同一把吉他 你可以彈得輕鬆一點 舒服一點 但是也相對於同一把吉他 也會有別的吉他 讓你在彈奏姿勢上面感覺不一樣 有些琴讓你覺得彈奏姿勢更放鬆 有些琴讓你覺得彈奏姿勢比較緊繃 然後也看你的彈奏姿勢 有些人習慣靠在有椅背的椅子上面 有些習慣坐在凳子上面 有人習慣攤在沙發上面彈 那各種不同的姿勢 其實琴對他們的 跟身體之間的相對的位置 彈奏起來的舒適感都不太一樣 但是回來今天的那句老話 就是你是一個初學者 你還需要一段時間去摸索 或者是你的彈奏習慣都還沒建立起來 姿勢還沒固定還沒成型的時候 其實怎麼會知道哪一支琴最適合你呢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去摸索 音色跟材質 這兩件事情我想要放在一起講 因為我們在講材質的時候 你會聽到很多關於它的TOP 就是這個面板 有時候我們叫做 SOUNDBALL 就是這個面板的材質 單板或者是盒板是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會看到的資訊是比較崇尚單板 當然單板有它的音色上面的優點 但是它也有它強度上面的弱點 基本上盒板的琴 盒板的強度 它抵抗變形 抵抗歲月的侵襲的能力 是比單板來的好一點 所以如果你並不想要買一支預算很高的琴 你只想要買一支琴丟在錄音車上面 開著到處去玩 想玩的時候拿起來彈個兩下 你並沒有要很嚴肅的錄音表演 盒板的琴其實沒什麼不好 甚至有些價格比較稍微高一點的盒板琴 你會發現他們做工其實很好 但是價格並沒有像所謂的初學者 極具那麼的低廉 並不是那種兩三千塊的琴 可能有些盒板琴也會賣到一萬多塊以上 所以這個所謂的材質 就是單板盒板之間的這個迷思 可能不太像以前的既定觀念那樣子 另外一件事情是關於木頭的種類 因為有些側板像你看到的這個側板 它是玫瑰木 有些是桃花心木 那我們會說這個桃花心木的音色 跟玫瑰木的音色有什麼不一樣啊 然後這個前面的這個spruce 這個是山木 那有些是theta也是山木的一種 raight wood也是山木的一種 基本上那都是各種不同的山木 通常是這樣子 但是也有一些琴是用mahagany 就是桃花心木來作為top 不管我說了多少的木頭 多少的聲音 它都會直接的碰觸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聽得出來這個聲音的不一樣嗎 如果在面前拍拍戰 然後有一個還彈奏技巧還不錯的吉他手 就一把一把的試給我們聽 的確聽得出來不一樣耶 即使初學者耳朵不太差的話 我們都聽得出來這些琴不一樣 但是這個不一樣所意味的好壞有差別嗎 那個差別我聽得出來不一樣 但哪個比較好呢 說實在是不知道的嘛對不對 因為聆聽的品味跟音色的品味 它是需要一點時間去養成的 如果你是一個資深樂迷 只是你還不太彈吉他 今天你突然覺得我想要來彈彈吉他好了 那你對音色可能會比較有想法 因為在漫長的聆聽過程當中 你的聽覺的資料庫裡面 已經有非常多的記憶深刻的音色了 今天如果遇到某一把琴彈起來 你覺得這個聲音就像是 我很喜歡的某一首歌 或某一種類型音樂裡面 常常出現的吉他聲音 那這個琴的音色對你來說 就是比較有共鳴的 反之則否 這樣子的情況 你可以對音色有一些想法 通常是我們已經對於音樂風格 有一個差不多的概念 然後你甚至可以深入的聆聽到一個程度 所以導致某些琴的音色 能夠讓你產生共鳴 這是一個情況 但是還有一個但書喔 就是我們所聽到的唱片裡 也好串流音樂裡面 那些人家錄好的一些 那些很好聽的音樂裡面的吉他聲音 事實上當初的那一把被拿來錄音的那一把吉他 原風不動的拿到你面前彈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點驚訝 怎麼唱片裡面聽起來是那個聲音 現場聽起來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經過錄音的時候 很多聲音他被壓縮過 或者是被潤式過 他被等化器修飾過 加過一些效果 都會使他的音色 實際上的音色 跟你在唱片裡面聽到的音色不一樣 更大的不同就是 同一支吉他 你會發現你在客廳裡面彈 在戶外彈 在陽台彈 在浴室裡面彈 你的房間彈 聲音都不一樣 所以哪個聲音才是真正代表他的聲音 如果你要追究下去是沒完沒了的 所以我覺得追究音色是一個 講求音色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但是對於初學的 如果你對於音色還沒有概念的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音色的要求實在是太辛苦了 太麻煩了 我會建議你可以直接聆聽 你很相信的人的意見 你的老師 或者是你的彈吉他的朋友 那之後 我相信如果你會繼續玩下去 那一把琴 很可能不會是你唯一的一把琴 你也許會想要追尋 更適合你 或者是更有新鮮感的音色 外觀有關的 外觀就關乎於造型 我想這是沒什麼好妥協的 因為如果你喜歡某個鄉村歌手 你喜歡他使用的那把吉他的心 你就別想太多了 直接鎖定他用什麼琴 你就跟著用一樣的 最好連品牌都一模一樣 一旦你選擇了有一點類似 或者是顏色有一點相像 或者是品牌不一樣 即便是他用的是算是同一種品牌 但是你買的是副廠 稍微的刺一階 我覺得他都會造成一種遺憾 因為你在買的是一種感覺 甚至說你在買的是一種信仰 我超崇拜這個歌手 我超崇拜這個品牌 所以我想要擁有這把琴 但是現在因為預算的關係 所以我有所限制 沒辦法馬上擁有 我是建議你不要妥協啦 除非我只想要單純的玩音樂 但是如果我就不管我的音樂彈得好不好 我也不管我吉他能夠學得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那把琴 你就不要再為難你自己了 直接等到你的預算到位的時候 就閉著眼睛走進樂器行去 把它買回家吧 就即使你供著你不談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那千萬不要在預算不足的時候 你就買了一把琴回去 其實你也沒有很想練 或者是當你在談著它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網路上 你很喜歡的那把琴出現了 由別人來談這把琴 你就會一直覺得哪裡 好像手上這把琴少了點什麼 你永遠都在 永遠會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有一天你還是會想要去圓夢 去得到那把琴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讓你自己的心情那麼不安分 你乾脆就再忍一點 或者是想辦法讓你 可以有足夠的預算 去尋夢 就一次到位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通常初學者由於 對於吉他的經驗還不夠 所以通常會想要委託某個比較有經驗的人 可能是你的吉他老師 或者是你已經會彈吉他的朋友 我覺得找會挑琴的人來幫你挑 是有他的優點的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他的缺點 你必須要知道的 首先這個優點就是 有經驗的人比較不會幫你找到一把 有嚴重瑕疵的吉他 我覺得無論這把琴 是不是你喜歡的那種琴 遇到吉他有瑕疵 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例如說他的音永遠調不準 他很容易走音 或者是他的Thread 他的做工有一些基本上的問題 上面這個金屬條 紙板上面一條一條的這個 那他可能跟紙板的密合度不足 甚至他邊修的不是很好 彈起來有一點刮手 以及你的面板有可能會變形 甚至琴橋已經跟面板有一些 有一些分離了 就是他的密合度很差 上膠的工作的不夠好 有各式各樣的麻煩跟問題 找一個能夠懂這些琴的 一些基本知識的人 幫你做一些過濾 是一個非常放心的事情 缺點就是在於 可能溝通上面 你必須要讓對方很清楚的 知道你的重點在哪裡 因為買琴的人是你 有的時候幫你挑琴的人 可能會覺得 無論如何我幫你挑一支 手感最好的 你就可以學得很開心了 但是你內心裡面可能就是 我真的是想要一個 讓我看起來很帥的東西啊 我只要帥 我什麼其他都不要 好不好彈根本就不重要 那你要溝通得非常的明確 你要的重點是什麼 能夠建立共識之後 我覺得這樣是會比較保險一點的 已經都想好這些 搞清楚你自己要什麼了 然後你要怎麼買 你都已經想好了 你要開始執行了你的購買計畫的時候 你可能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實體商店跟網路商店 哪一個購買的通路是比較好的 在這邊我也必須要說是 各有優缺點 但是在我的情懷上面 我是比較偏向實體商店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網路商店有的時候它的好處是 你會看到價格很明確就標在上面了 然後你就可以去 直接跟它下單購買 那錢就送到你 你的手中 但是有的時候 因為其他是木頭做的 你要知道世界上 可能沒有兩片木頭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穩定或者是一模一樣的密度 所以吉他的生產是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小小的變數 有些品牌的吉他很穩定 但是有些品牌的吉他則沒那麼穩定 這又跟價格高低無關 你可能會遇到這樣子的麻煩 所以說我比較建議在實體的商店購買 並且你也可以真的 實際上去接觸到這個產品 你不會彈讓別人彈給你聽也好 另外有一個比較我不喜歡的現象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消費者過度的在意價錢 回到預算的問題 但是在意價錢的程度 已經在意到有一點吹毛求疵了 反映在一個很糟的狀況就是 有的人會在實體商店 或者是在某一個部落格 或者是在某些資訊管道 去得到很多的資訊 例如說有些店家 也許是線上經營的 網路經營的店家 他們很熱情的 可以提供非常多的資訊的服務 那消費者在那邊問了很多 例如說SIDA是什麼樣的音色 Bruce又是什麼樣的音色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那顏色跟音色有關嗎 就是會問了一堆的問題 我不是說不能問問題 你既可以盡可能的問 但是當這些店家很熱情的為你 進行這個銷售的服務的時候 但是最後要購買的時候 我滑了一下我的手機 比了一下價錢 這個兩萬多的吉他 有另外一家便宜 便宜三百塊 轉而去投入這個最便宜的這個 我們沒有任何的機制說你不可以這麼做 但是它是一個 我覺得玩音樂是一個非常 關乎於情懷不管你玩得好不好 它就是一個很情操很感覺的事情 音樂它是特別是學樂器 它就是一個關乎夢想 關乎於你對於你自己期待的事情 但是在這件事情 如果你那麼在意那一點點的價錢 反而讓某個店家付出非常多的銷售的服務 但是你卻把這個成本交給它之後 但是把利潤給了另外一個店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事情 因為它會變相的鼓勵大家去殺價競爭 然後犧牲服務品質 甚至是售後服務 我去買了一支可能有一點問題的吉他 它比較便宜嘛 那去買了一支店家說有一點點小瑕疵 但是可接受 但事後再拿著這把琴去 另外一個店去要求給他們進行維修跟售後服務 要知道很多的售後服務其實是 既然說是服務 它即使有收費 裡面還是有很高的成分的服務性質 這個利潤其實並沒有抓得非常的合理 因為秉持著一個售後服務的精神 但是這不表示在這個店家來說 即使它有收了你一些錢 但是不表示它投入在你的吉他上面的這個成本 時間成本也好人力成本也好 跟它所得到的這個回饋是可以相等的 但是你已經把利潤給了 另外一個比較低價的店家 我覺得這基本上不太合理 也不太公平 雖然沒有人可以跟你說你不要這麼做 但是長時間來說它就是讓我們的這個樂器市場的生態變得更不合理更糟糕 我覺得去找到一個願意提供你良好的銷售前以及銷售後服務的一個店家 因為他有這樣子的熱情我相信他也會對得起他交給你的產品 不管後續你有什麼樣子的保養維修上的需求 或者是相關的知識上面的需求 有這樣子可以穩定提供你服務的店家作為你的依靠 我覺得是更好的選擇 最後我來做個整理 關於初學的人怎麼樣去挑選你的第一把木吉他 第一件事情是搞清楚你想要透過這把吉他得到什麼 對你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第二個重點就是從預算開始思考你的預算設定在哪裡 不要對不起你的預算不要掉進預算增加的這個坑洞裡面 如果你喜歡的是這個吉他帶給你的感覺 品牌的形象也好 或者是擁有這把吉他的歌手所帶給你的那種崇拜他的情懷也好 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去思考音色啊材質啊那些很硬的知識 再來就是這些音色材質這些比較硬的知識的確有它存在的意義 但是作為初學者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探索自己的需求 所以別人所界定的好不見得是適合你的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挑選你合乎預算 然後看著順眼的吉他把這把琴帶回去之後好好的彈它 即使把它彈壞了也在所不惜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點一滴的慢慢去感受 原來你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手感 我希望這把琴琴聲再小一點 我希望這把琴的音色再亮一點 獲得相反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知道更需要的那把琴是長什麼樣子的 是什麼樣子的聲音 聽起來是什麼感覺 能夠幫你走到這個階段的那一把初學吉他 就是最適合你的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